在最新两集里 云和幻形术维护失败后 就恢复了原来的容貌 被常依发现了 常依想到云和上一世过得太苦了 这一世就不忍拘束他 哪怕云和失忆不记得他也没关系 他只求这一世的云和 能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生 尽管云和处于失忆之中 但云和冥冥之中还是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劲 因为云和发现常依看他的眼神不对劲 常依每次看向云和都是充满悲伤的 云和一直不明白常依为何要那样看他 在后面诸灵凤先机之命去复活雷火地脉 常依忍痛让灵浩清代云和远离北渊 在途中云和还是又复返了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阿记终归是要做回纪云和的 在看到常依在奋力独自抵抗时 云和心痛妖力全开时 交人类蹦裂 瞬间恢复记忆 恢复记忆后的云和霸气护肤 夫妻一星其力断惊 最后雷火地脉终于被顺利压制住 小夫妻历经磨难 实属不易小编看到这幕实在是太然了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